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华裔孩子的成长和自我认知呢 也在我们的业界和家长群体里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就很有心的请来了 教育心理学博士公众号大壮小美妈的作者苏盈盈博士 来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首先呢请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的主持人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副秘书长 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理事长李星女士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请出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会长 尼小鹏博士致辞 尼博士请 那谢谢夏明 夏明晚上好 那谢谢夏明 谢谢李星 那么感谢大家今晚的出席我们这个全美中文学校举办的大讲堂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有关这个华裔二代这个身份认同 有关这个二代健康成长 那这个话题呢可能一直存在 但作为一个大的潮流 其实是过去几年才涌现出来 那两个月前呢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呢在圣地亚哥开了这个年会 这个话题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三大潮流之一 所以说呢我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 我们这期大讲堂特别有意义 那这里呢特别感谢我们大讲堂本期的这个讲员 和这个幕后的这个工作者 谢谢大家 那么配合这个奖金呢 那我配合奥运主题呢 我们想稍微先介绍一下这个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全美中文学校这个大地图是吧 那这是我们协会呢 差不多是有500 近500说的这个会议院学校 那大家可能好奇我们会议院学校这个协会是干什么用的 那配合这个奥运主题呢 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那我们协会呢主要是 可以说是五环 第一环就是合作 那比如中文学校之间的合作 跟国内这个美国的华教机构 这是合作 这是第一环 第二环我们突出这个中国语言 就是我们的这个母语 我们希望把这个语言传给下一代 就是这个语言 第三环 那我们是文化 当然我们光有语言不够 还要强调文化 那在这个前面三环计算 我们希望在这里 第一 促进这个多元文化 这个社会 对不对 多元社会 第二个呢 促进我们华裔二代 二代肯定健康的成长 那这就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 在这个奥运主题下 这个五环的这个宗旨 那么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个协会 有兴趣 或者要出钱 出力 出自 那我这里有这个五个 对 你可以出钱 投资 也可以出力 做网络提 还可以贡献点资 那么你也可以来开讲 像今天我们这个苏赢赢 这个就是你看 来给我们贡献 就是给我们所全美国 所有的会员学校 家长老师的开讲 当然你还可以给我们写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这个五环赢奥运 五环赢虎年 那大家只要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把这个 这个我的话题呢 交还给李欣 交还给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讲人 那大家请认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倪会长 那大家好 我是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 副秘书长李欣 也是亚特兰大 现在中文学校的理事长 非常荣幸呢 今天担任今天的 大讲堂的主持人 那现在呢 先请我介绍 这个今天的演讲主讲人 苏英英博士 苏英英博士呢 是公众号 大壮小美妈的作者 他是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系的本科 UIUC教育心理学的博士 苏博士呢 特别关注家庭教育 尤其是关于品格 行为 社会科学 实施政治方面的引导 因为呢 这是我们经历的 中国教育和孩子经历的 西方教育中 区别最大的一门学科 作为第一代移民 我们需要从零开始了解 身边的社会 我们的孩子 作为生长在美国的公民 也需要对社会 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才能以后在这个社会中 发光发热 希望能努力跟众多海外华人 一起做到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 关心 那除此之外呢 苏博士也致力于帮助 美国低年级小朋友 通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提高对数学基础 认知和理解 希望能在学校和传统的 补习班之间 开通一个不用黑板 不此作题的数学学习方式 以提升小朋友 对数学的兴趣 为数学的学习 打好基础 那以上呢 是苏博士的一个简介 那下面我再介绍一下 今天的讲座流程 我们今天的讲座安排是这样 在主讲人 苏博士讲完以后 我们会有 15到20分钟的问答时间 在苏博士讲座的过程中呢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把问题留在对话框里 然后稍后我们会请苏博士作答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苏博士 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介绍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 我能看到那个屏幕上 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话题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也主要是作为一个家长 特别关心这个话题的家长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更多自己的 所知道的 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特别欢迎 在我讲完了之后 大家提出各种问题 我其实更期待的是 大家一起讨论 那好 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 关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在美国社会 关于亚裔 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 Roses are red Miles are blue There's always an Asian better than you 其实呢 这个意思就是 很多美国人 在平时生活中 就觉得不管自己做什么 学什么 或者有什么特长 玩乐器 体育 不管自己做得多好 都发现 有一个亚洲人做得比我还好 其实这个 我们大家平时生活中 也可以经常看到 小朋友弹琴啊 网球啊 数学啊 编程 魔术 象棋 基建 辩论 其实我们都是 大家都可以 可以看到的 小朋友 我们亚裔的小朋友 在这方面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包括 我的朋友 就是在工作之中 也知道亚裔 往往是大家公认的 就是能力很强 工作态度很认真 这方面也是干回最多的那个 但是 来一个但是 我们亚裔的这个高分 高能 高收入 还有这个认真的工作状态 似乎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 同样应该认同的 这个高度的认同感 和社会地位 也并没有让人觉得 我们是一个社会的榜样 我们亚裔认真的 努力学习工作 但是好像也没有 社会上 新闻上也没有太多亚裔 关于努力奋斗的故事 反倒是越来越多讲 亚裔家庭 怎么privilege 怎么可以有资源 送小朋友去 去学这个 学那个 还有人甚至拿这个高分高能 去作为嘲笑 亚裔家长 过分严格要求孩子的 这个作为虎妈的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 这个矛盾非常让我们疑惑 作为 特别是作为第一代移民 我们各方各面 这样做的最好 但是好像我们得不到 相应的这个尊重和社会地位 和榜样的这个 这个形象 所以呢 这也是让我们思考 怎么可以 我今天这个讲座也是让我们思考 怎么可以走出这个不平衡的状况 但是这次冬奥会让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是让我们看到了亚裔的一束光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花华场上 无论是 Linson Chan还是 Linson Joe 他们都有非常出色的表演 虽然是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穿衣风格 不同的选举 但是呢 他们都是被美国的媒体 广泛地称赞和表扬 而且 他们被称赞和表扬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技能和水平 也不仅仅是他们的金牌 其实 更多媒体注重的是 他们在 他们的技能之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从网上 摘抄的人家对他们的评论 比如 Integrity True Feeling 就是说他们很真实 很真诚 然后Work hard 这里说 Incredibly strong and honorable 就是 就是说 这是Linson Joe 在 表示的 宣布他退赛了之后 大家对他的那个 退赛视频的这个评论 就是 很感激他的坚强和真诚 然后 Mental toughness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然后还有这个是对 Linson Chen的评论 是 除了夸奖 他的很 很高超的技艺之外 很多人都会夸奖 他的humble 就是说 他非常的谦逊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觉得 美国人 不常承认的一个美德 就觉得好像 美国人 其实喜欢夸夸其谈 并不一定会很尊重 这个谦逊的态度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人是非常喜欢 这个美德的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我们花华的 这些选手 其实他们受媒体 和美国民众 广泛夸奖的这个 除了他们的技艺之外 还有就是这种 非常高尚的这种品格 而且通过我们自己 华人 作为 金拉肯 我们也看了很多 他们各种采访 和各种 边边角角的那种 追踪的视频 也会发现 这些华裔的运动员的小将们 他们都是中文说的也不错 也很喜欢中餐 然后特别是像 Vincent Joe 他选曲 他的服饰 也都是非常能体现中国文化 然后还有 他们也完全不否认 自己还有在跟国内 有很多亲戚 有联系 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既有技能 又有品格 又能完美的 传承了这个华人文化的 这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呢 我就在想 最近一直想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华人家长 喜欢培养小朋友 各方面的能力 但是 在品格和价值观 这两方面 我们怎么可以去 帮助小朋友 去形成更好的 品格和价值观 说到这点呢 品格和价值观 其实可以 培养的方法 总共分两种 一大种 就是灌输 注重结果 就是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 让孩子做到了 我的要求 我就能满足了 首先我们 最常见的 就是唠叨 说一句不听 就再多说几遍 再多说几遍 还不轻就 提高音量 再多说几遍 然后 威逼利用 你如果不这么做 你不 不 不写完作业 或者是 不好好练琴 态度不好的话 就 不能用这个 就不能吃这个 就是这种 威逼利用的方法 再就是 政治道德绑架 妈妈这么辛苦的 开车送你去训练 你怎么可以 不好好练 花这么多钱 给你交钢琴课的 学费 你怎么可以 不好好上课 反正就是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 最后让你按 我说的做了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注重结果 比较灌输的这种方法 有的时候 这个方法 是管用的 甚至是在 特别是在 小朋友小的时候 是很可能 是有用 因为小朋友 没有什么 抵抗的方法 他就只能 让你说的做 但是长期来讲 这是一个 比较被动 有不信任 让小朋友 容易对家长 产生不信任的方法 这种 破坏长期 亲子关系的方法 另外一个 大的方向 引导的方向 就是引导 注重过程 就是 这个其实是 我们所有人 都希望可以帮助孩子 建立的这个 一个 成长方向 就是引导孩子 自己设立目标 能够自己 去认同 知道自己的能力 在哪里 自己的身份 对自己身份 有认同 如果是我们 注重引导 对家长来说 会 要求比较多一点 因为第一方面 我们要 首先要 我们要注重这个过程 注重品格的培养 而不是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要去 努力理解 孩子怎么想的 为什么他不想做 为什么他要做 这样做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要去努力 他的 努力理解孩子的 思维逻辑 然后呢 我们并不要求孩子 达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要求的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希望培养 他们 有一个自己 科学合理的思维逻辑 然后自己达成 达到一个合理的目标 再就是 如果我们注重引导的话呢 我们家长也需要 去相信和注重孩子 自己的兴趣和感受 而且要能够客观 分析孩子自己能力 不把自己的这个 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 能够看到孩子的 强弱处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 这个引导的方式 继续培养孩子呢 孩子最后对自己的身份 和能力 还有价值观的这个认识呢 相对于家长贯书呢 是稳定很多 而且是自信很多 因为他就知道 这是他自己 自己达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想讲的 这个自我认知 主要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身份认同 就是 之前也可能大家看过 我写的文章 主要是关于 华裔的身份认同 我是谁 各种国籍 种族 族裔 社会 制度 文化 这个概念 的解释 和 他们怎么影响到 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个定义 还有就是 我们身份认同 对我们的 特别是小朋友 的各种选择 有什么影响 除了身份认同之外呢 其实自我认知 还有其他两个方面 也是很重要 一个就是 能力认同 就是 我自己的能力 到底有多强 我能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因为 小朋友 比如说五岁的小朋友 他会很天真地觉得 我什么都知道 世界上没有难道 我都 I can do all I want 然后dream big 但是慢慢随着 他们长大 他们会 他们对自己的能力 认同会越来越客观 会 有可能会产生偏差 也有可能会非常 准确 所以我们家长 也希望能够 引导小朋友 对自己的能力 做出一个 很真实 很客观的认同 所以他们才能 自己决定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第三个呢 就是 自我价值认同 基本上就是 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 我看中的是什么 我喜欢的什么 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呢 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对这个问题能有清晰 而且也不怕 清晰的认识 而且也愿意跟人家展谈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 这三个方面 身份认同 其实的关键问题第一 对 虽然说我们 主要的教育目标 是小朋友了 但是作为第一代移民 其实这对我们大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人 我们自己想得清的话 我们跟小朋友 也很难进行 很多话题上面的沟通 所以我们大人 作为第一代移民 有的人是 我们居住在美国 是以不同的身份嘛 就算是同样的身份 就算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修者 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会 应该对自己的这个身份 有一个认清的这个过程 我们到底是 只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是因为 拿美国护照 留方便 还是说这里的 经济比较发达 比较容易赚钱 或者说 这里教育 对我们孩子比较好 如果我们觉得 自己只是居住在 美国的中国人的话 这样 其实对美国的归属管 就会相对弱一点 不是说有什么 这个选择 或者这个认定 没有什么错 但是 它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会归属管弱一点 然后呢 就会 那如果 留在美国的原因 发生了改变的话 那就 会有更多的问题 我是不是要继续留下来 还是我要去其他国家 或者是回中国 所以 所以这是我们 需要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 我们是不是 真的是美国人 就是只是有华语学 中华文化队系的美国人 如果我们认定了 自己是美国人 那我们主要的问题 并不是说 我们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国家 而是说 我们以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 需要想保留哪些中华文化 我们 对这个国家的归属管 比较强的话 我们希望自己 怎么能够给这个国家做工程 所以这 这两种对自己的 不同的认同 会对我们 对美国的归属管 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 社会责任感 像 我们从小在国内长大的话 从小就会 听学校说 我们要做社会主义 接班人 像清华的学生 会说要为祖国健康 工作50年 就是 其实我们是有这方面 从小是有这方面思想的 但是作为第一代的华人 在国外的话 如果没有 对一个 这个美国有归属感的话 我们是很难体会到 对这个国家的社会责任感 都是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 还是一个客人的态度 去去看待自己生活的 这个地方 主要是想自己怎么能够 更多的了解这个地方 怎么去学会这个 理解新的这个制度 但是并没有一个 我是主员工的这个 这个身份的感觉 然后 然后对 社会事件的关注 对职业选择 也是会 更多的 与个人的角度出发 而并不是与社会角度出发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 在跟小朋友聊天之前 我们大人也应该是 先想清楚的一个问题 然后 对于我们孩子来说 他们 对于小孩来说 其实很多小朋友会问 我们是不是 have Chinese have American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家长也会经常这么说 你是have Chinese have American 但是究竟 是不是这样定义的 这是一会儿跟后面提到的 这个国籍的概念有关 还是说我们小朋友 是 是最大限度的 保留中国人一切的 这个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因为 可能我们 第一代的家长 不会有很多这种想法 但是我知道 有些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是会觉得 你这个小朋友 你爸爸妈妈是中国人 所以你就是中国人 你只不会是 生在美国而已 所以小朋友 听到的爷爷奶奶 对自己这个定义 他可能也会 有点confused 就是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去想 或者是说 你这个小朋友 还是 就完全就是美国人 是华裔美国人 如果我们确定了 这个小朋友 认同自己 是华裔美国人的话 那 那他的主要思维 就主要 这个对身份认同 这个 这个问题 就并不是说 我是美国人 而是只是 我喜欢哪些 华人文化 希望可以保留 然后作为 但是他更多的是 是考虑到自己 作为美国人的 这一部分 作为美国人 需要尽哪些 公民的义务 如果 他对这个国家 有很强的认同感 那他在职业选择 价值观 学习动力上 就会跟 没有归属感的孩子 有很大的不同 就像我们 从小学习一样 如果你认为 你的 你做事 你学习的动力 是有很强的 社会意义 和社会价值的话 这个 这个学习起来的 这个动力 会大很多 所以 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家长 自己对美国的 归属感有多少 还有我们跟孩子 我们的孩子 对美国的 归属感有多少 如果 家长跟孩子的 归属感很不同的话 可能会产生 比较多的矛盾 所以 所以这 就是说 听起来是一个 很形式化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可能会影响到 特别是当孩子 长大以后 高中大学之后 家长跟交流之间 可能会 家长跟孩子 交流之间 可能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刚才讲到 就是说 身份人从 会是由这些 关键概念 决定到的 其实这个是 是比较 学术性的定义 但是我觉得 我们也 应该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样在跟孩子 谈论的时候呢 才会 比较容易 跟他们澄清概念 一个是 特别是英文的定义 Race 就是我们是 Chinese 或是Asian 就只是跟 我们生理特征 有关 肤色 颜色 法色 然后 逐一就是 Race上面 再加上 社会文化的对景 然后 国家的定义 是一个 政府管辖的 有明确 国界的 有共同语言 文化 法律 和社会 习惯的 一个群体 政府 是一个 国家的管理机构 国籍就是 一个人属于 某一个国家 的公民 而且他有这个 执行这个国家 的法律 义务和权利 Sorry 刚才说的是国籍 国籍说的 就是代表 一个人属于一个国家 或者公民的法律资格 公民是一个 公民 国民和居民 都是一个 法律身份 最大的区别 在于能不能享受 这个国家的法律 所以 根据这个定义 来定义的话 我们的 我们自己 的 身份 那就是 由我们 是不是 比如说 是绿卡持有者 还是 美国国籍 来决定 但是我们的孩子 因为在美国出生 就是 就是美国籍的公民 所以 因为 中国不承认 双国籍的话 那他们就是 Chinese American 就是 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然后是 带有中华学统的 这个 这个所以 当跟我们 小朋友说 你是美国人的话 其实可以 跟他们说 你是 Chinese ethnicity 或者你的 Race 是Chinese 但是 就国籍来说 他们如果 他们自己说 我是 I'm American 那是一点错误 都没有 不要 并不代表 他们不认同 自己的 亚裔文化 华人文化 如果是 有 混血的小朋友 像我们家 这个情况 他有的时候 我们家也会问 我说 妈妈 是不是 Half American Half Chinese 其实他 他想问的是 Race 但是这个问题 出来了 就变成了国籍 所以 对于混血的小朋友 我觉得家长 其实最好的回答 就是说 你是Half Chinese 但是你在这个 Chinese的定义是Race 另外一个Half 可以是 不用国籍定义 就比如说 爸爸是Caucasian 或者是Indian 或者是Irish 或者是 就是把爸爸的Race 说出来 或者是另外一个 妈妈的不同的Race 说出来 而不是说 Half Chinese Half American 常见的 另外一个常见的 误解和混淆呢 就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最难 据分清楚的 就是爱国和爱政府 其实对美国的小朋友来说 这是 他们据分比较清楚 因为他们在 Social Study里面 会讲到 政府只是国家的一部分 然后政府的职能 领导人的职能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的年轻人 经常去游行 去反对政府 所以他们也理解到 爱国并不一定是爱政府 但是 这个问题 其实更多的是 针对于我们 大人来说 我们 在我们看到 特别是面对 有的时候来自于 国内的亲戚 或者是 政府对我们的质疑 或者对我们小朋友 质疑的时候 这是我们需要 跟小朋友强调情绪的 就是 我们对 特别是对中国的感情 是不是跟 对中国政府的感情 有关系 我们 对 政府某些指责 或者是 对政府政策 有些不满 是不是 等于我们 跟这个 对这个国家的 这个 感情 代表我们 我们对这个国家 有负面的感情 所以 这个我觉得 主要是针对 我们大人来说 是需要 时时刻刻 就是 想清楚 爱国和爱政府的区别 然后 最后一个 常见的 常见 误解和混淆 其实 也是主要来源于 怎么说呢 是 可能也是会有些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会觉得我们 在美国长大的 华人第二代 会缺少的接触 中华传统美国的 这个机会 但是 我们看到了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的 西方价值观 和基督教 亚里士多德 这些美德的话 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 这种美德 是 不是的 没有说 哪一 主位或者 就是这种 仁爱啊 慈善啊 有勇气啊 勇敢啊 没有说是 专门的 把它叫做 中华美德 其实 因为我们像 看到 媒体 对 内藤 全人 金森 周 他们的 夸张 我们也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 对这种 普世的美德 都是一个 非常推崇 非常欣向的态度 所以我们 如果培养小朋友 或者说 教导小朋友 需要接受 这方面的品格的话 不一定要强调 这是中华传统美德 才可以让他们接受 其实 从动力来说 让小朋友看到 这是被更多人接受的美德 他们可能 就是说 反而更容易接受 这是 最后 想讲 其实 关于这个 这个 政治身份 意义上的身份认同 我不想重复很多 文章里面写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好像大家 大部分都看过了 我想 最后强调 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 这一方面 最后强调的是 我们这个核心的 归属感的 这个问题 就是 因为 因为我们是不是 对自己 现在所在的国家 有归属感的话 会让我们 做出很多 就是说会影响 我们很多不同的决定 比如说我们在 在找工作 或者是在 在社区里面做事 教育小朋友 关于以后的 规划的时候 我们会影响到 我们认为是应该 我们做决定 是为自己做事 还是为自己 足以做事 还是自己 还是为 现在的这个国家 做事 还是说超越这个国家 为 为其他 有这种跨国的理想 如果我们对 对 美国 比如说 没有归属感的话 那就很难会做一个 为国家 选择 这个选择 然后 再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希望 得到谁的 特彩 其实 作为华人来说 我们 都有一个 这个传统思想 就是 功成名就 一景还乡 但是 这次特别是 中级奥运会 我们看到了 有些 比如说 有些华裔的运动员 拿到了金牌 而且是 是在自己的 是在中国拿到金牌 但是好像 并没有这种 得到衣景还乡 然后 受人 鼓励 或者是 喝彩的 这种表现 所以 就会让我们想 我们这个 我们 华裔希望 做得最好 希望是得到 只是为了 自己的 在在国内的 父老乡亲 为我们喝彩吗 还是我们希望 有自己更多的舞台 我们 我们在乎的人 到底是哪里 其实我也没有 非常完美的答案 我提出这些问题 只是希望 可以帮助大家一起 或者说 和大家一起讨论 会更多的思考 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 归属感 特别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 对华裔二代 有影响性的 就是如果他们 对美国 或者是 其他他们所在的国家 有更强的归属感 那他们就会有 更有兴趣 去了解 这个社会的规则 去了解 别人的需求 去知道 就是说身边的人 怎么想 就是不仅仅是 自己的服依的人 就是怎么想 只有 因为很多人说 说看 在美国 其实也有高学历的 有自己资金的 也不少 但是好像 创业的人很少 就是还是做打工的 其实创业是 就是需要 对这个社会 有非常深的了解 要知道规则 要知道别人需要什么 要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什么样的服务 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这等于是 是有一个归属感 很强才可以做到的事 还有就是 谁是合作者 按照 其实就跟创业区 类似 我们如果是 对这个国家 有没有归属感的话 也会影响到 我们决定 跟谁一起合作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 自己的族一 去工作的话 去做生意的话 只愿意了解 我们自己熟悉的 这个华人文化 而对这个国家 其他的这个文化 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我们就等于 把我们自己的 那个合作者 限定在一个范围里面了 做什么工作 这都是 就是说 威胁感听起来 是一个很政治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它是影响到 方方面面 特别是 我们所思考的 这个舞台和 和社会认同的 这个问题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问题 就是 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 没有归属感的话 那我们对 对身边的社会 对身边的人 这个想去了解他们 想去跟他们合作的 兴趣就会少很多 那我这个兴趣 越少了 我们做的事就会少 做的事一少的话 那人家就会看不到我 所以 这也是一个 我也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华人这么努力 但是 很经常会不被人看到 就 就会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本身就没有 很大的兴趣 被人参加到 还有更多 就是 事业目标 这是一系列的 就是 我们在这个社会 想做什么 然后由这个 我们想做什么 比较下一个问题 就是 能力认同 我们 想做什么 是一回事 然后我们觉得 自己能做什么 是一回事 就是 对小朋友的 能力认同 我们培养他们 在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认识 产生分析理解的时候 我们 其实 亚洲文化和美国文化 对这个 自己能力认同 有 有比较不同的 这个偏好 就是对 我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美国的文化 比较偏向是 高估自己能力 就会我们 我们就会听到 很多家长 看到小朋友 经典的嘛 就是小朋友 拿了一个B plus 你很厉害 你真好 然后到处夸 然后 然后小朋友 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 表扬的频率非常高 可能会有点 就是比较脱离 他们实际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 信心是 有提高的 但是 我们也能看到 这样出来的 长期 被高估的话 这个小朋友在 以后变成青年人 到大学 到工作场合 他是实际上 肯定是会受到 很大打击 因为终于有人 跟他说实话了 所以其实这是 并无利于 长期的这个发展的 但是 亚洲文化呢 不光是中国 韩国啊 日本也都会有 常见的是比较 就是低估 孩子的这个能力 就是比较注重 指出他的缺点 就是 比如说 更新比赛拿了 就算是拿了一等奖 第一名 也在 家长除了表扬一下 还不错 然后还是会指出 很多缺点 然后就是表扬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 家长需要在 和老师都需要 在这方面做出 做平衡 其实最有利于成长的 评估是客观的 然后描述性的 就是好 就表扬 多表扬 然后不好的话呢 具体说出来哪里不好 然后他们有进步的空间 除了这个评估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 就是教会小朋友 自己能够自己分析 就是说如果是成功了 失败了 赢了 输了 自己知道怎么从 几方面去分析 为什么做得好 为什么做得不好 其实这是一个 终身受益的一个能力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只有一个 attribution theory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三个维度来分析 成败原因 第一个维度呢 就是你这个成败 是属于内因还是外因 就是是从 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还是说别人 或者外部环境的 这个原因 这是所在的位置 内因和外因 第二个维度呢 是这个原因是 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第三个维度呢 就是可不可掌控 就是说是不是在 在我的控制之内 有些内因 比如说身高 这是我自己的原因 但是是不可被掌控的 即使是内因 也是不可被掌控的 有些虽然是外因 但是也可能通过 我的内因去变化了 这样讲可能有点 空而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其实大家 可以自己想一下 考试之前感冒发烧 考试的时候 没考好 那这个就是内因 因为是自己病了 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况 因为肯定不会每次考试都生病 只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情况 然后也是自己不可掌控的 所以 这就是一个分析的逻辑 每次成败 可以教小朋友 从这方面去考一分析 然后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考写作 作文题 正好跟前几天网上的新闻 有关重合了 要看到相关的评论了 然后可以借鉴 这个考试得分很高 那这个是内因还是外因呢 是外因 因为是正好是看到别人写的东西 然后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因为也是非常偶然 也是不可掌控的 这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 一定是要内因或者外因 才会给小朋友信心 或者没信心 但是我们家长 就是要学会小朋友 在自己做事没有做好 或者是做得很好的情况下 帮他们学会 自己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成功和习惯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朋友 自己球技不错打篮球 也很喜欢打 但是呢身高不高 所以没有入选学校的篮球队 那这个 这个你要是要安慰小朋友的 情况之下 也要跟他分析 这个 他已经很努力了 内因已经是很努力了 但是内因的一部分在身高 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所以 也会让 就等于是帮小朋友客观的 看到了自己的能力 因为让他们觉得任何时候想做什么都能作用 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 其实这是一个很空洞的 也很危险的一个想法 所以让他们学会客观的分析这个限制条件也是 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一个 刚起比赛之前 同时还有数学竞赛 练性时间不够 没太好 就是 其实这些很多例子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分析 是自己的原因 内因还是外因 是可不可以控制的 是可不可以改变的 这是一个我们帮小朋友 就是说 看待自己成败 其实也是分析他们自己能力的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模式 最后就是说 分析成败这个原因呢 因为 我们大人可能是 自己的时候会有偏向 自己帮小朋友分析的时候会有偏向 如果我们经常会着重内因 因为大人有的时候会希望 鼓励小朋友通过努力去获得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 比较喜欢着重内因 但是我们要注意自己 就是说 自己的分析会不会过多的偏向 因为有的时候是 就是说自己的分析会对小朋友的 情绪和自信心有非常大影响 比如说 小朋友做得好 考试成绩很好 如果我们的 帮小朋友分析 这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做到了 那小朋友会很高兴 但是如果家长 就是那种 属于低估 低估能力的家长 就是说 看到小朋友成绩好 也只是说 你只是运气好 或者题目简单 或者是 有什么其他关系的话 这样其实对小朋友的自信心 是打击很大的 因为他觉得我也努力了 你没有看到 所以 这方面是我们要 就是要 家长要注意的 失败的时候 小朋友 我们 就是帮他们 进行三方面 维度的分析的话 也是会很大的影响 他们自己的自信心 比如说 小朋友学心 弹琴没弹好 比赛没有比好 如果我们 其实是可以强调内音 就是说小朋友 自己的努力不够 或者是 练琴的时间不够 但是如果把这个 内音强调成定性 就是不可改变的话 说他们懒 说他们笨 这种定性 会让小朋友的自信心 打击打击 如果是 如果是因为外音 就是说 没有做好的话 如果是 因为外音 但是呢 这个外音 是忽然性的 可以改变的话 就比如说 小朋友比赛比输了 那是因为 最好是因为 这个裁判偏心 或者是出急人 出的急目 不精准的话 其实 如果帮他们分析出来 这样的原因的话 他们就 不会觉得 这个失败是完全不可承受的 也不会觉得自己以后 就不会再赢 所以 主要的就是想强调 我们家长帮小朋友 分析自己能力的时候 需要从多个维度 多个角度去分析 这样才会让他们学会 客观 自己客观分析 自己成败 因为一旦 只有当他们自己 学会了 这种客观分析 自己这个能力的高低 自己做一件事的 成败的原因的话 他们才会实现 对自己真正的 这个能力认同 这个非常客观的评价 不是说 你家长说我好就是好 家长说我不好 我就不好 这样 这种非常有依赖性的思维 是 等于说他以后长大了的话 他会对自己的能力 非常不自信 不知道 自己是去 哪里需要提高 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好 然后 就是说如果小朋友 当小朋友学会自己 分析 自己的能力的话 他就会 很容易知道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因为他习惯了 就是习惯了 做一件事 做好了 没做好了 他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看到自己不足在哪里 他就知道 往哪儿使劲 就不会说 一定要听爸爸妈妈说 你要这里 就做了 他知道自己 哪里可以改变 哪里不能改变的话 他也就不会 白费功夫 而且他也会 可以自己找到更好学习方式 如果是他发现 自己这个学习方式 是这样子 已经很努力了 还是做得不好的话 那就会找其他的学习方式 就是让 他们知道 当孩子对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的话 他可以自己设定目标 就是因为现在 很多家长和老师 也会觉得孩子 为什么就 有些小孩 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动力 做什么都 都提不起劲 因为很大的一方面 就是如果他们听到了 太多的外在的这种 push 就是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而自己没有方向的话 那他是很难有 这个资深的动力 去做一件事 所以我们 我们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 最主要的并不是要 告诉孩子洗脑 你什么都可以成功 或者说 不断地给他们指出来 哪里错误 哪里需要改进 而是要他们自己看到 哪里不足 为什么失败 或者为什么做好了 这样他们才可以知道 自己往哪个方面 自己应该往哪个方面 努力 自己可以设计目标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作为家长 和老师的终极目标 就是培养自吹娃 就是他们可以 自己努力 自己设置目标 然后自己去达到目标 当然就是说 他们设置的目标 不肯定不会是 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能力 觉得自己能做成什么 还是做什么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值得做的 这个就是 我们要讲的第三点 价值观的人 其实就是 Why would you 包括我们大人来说 我们学习啊 工作啊 做事的动力 基本上可以分 两大类 一个是外取力 就是别人可以看到的 金钱啊 名誉啊 奖励啊 地位啊 别人的称赞啊 漂亮啊 这些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的 比较有曝光率的 这个动力 另外一个就是内取力 我自己个人的兴趣 我喜欢 然后或者我希望 做一个自我提升 所以我去学这些东西 我希望 能够通过我做这件事 去改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去希望对 这个社会的贡献 这个社会贡献 不一定要别人认可 这就是 完全是内取的 我希望对社会 某一方面做贡献 就是内取力 所以 我们 大人会 做决定的时候呢 可能这些外取力 和内取力 不会想的太多 就是做了而已 但是 我们在 跟孩子谈的时候呢 其实为了 培养他们的 这个价值观 其实也更多的是 为了了解他们 自己的价值观 让他们 不仅是我们想了解它 也是希望他们自己 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在跟孩子 讨论升学啊 职业选择啊 人生目标的时候 其实 这个也是 我们应该 注意了的一方面 就比如说 我们家或者 这个孩子要去决定 去学体操 去学朗球 去学钢琴 我们家的会问 说妈妈 你为什么要我学钢琴 就是要跟他 不能仅仅是说 大家都去做 或者是说 这个对你 就是说 他们小孩子 其实是很在乎 不爱 为什么要去做 这些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要跟小孩子 去 让你去 去做才艺培训 去做科外培训 可以开诚不功能 跟他们聊 为什么 就比如说 我们家问我 妈妈 为什么要学钢琴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我觉得你们平时 上学 特别是小学 低年级 没有遇到过什么 难得及 挑战太少 过得太顺 然后也没有 这种需要努力 才看到进步的 这个一个成长的 这个经历 所以我觉得 我跟他们说 所以我觉得钢琴 这个方式很好 你看你从 不会的曲子 每天练 练到会 你可以看到自己 一步一步的进步 而且 就低年级来说 等于是对你能力 的一个挑战 你平时 如果学校的英文 数学太简单的话 这里 终于有一个地方 可以challenge 你的能力 所以他们也 哦 就可以听懂 然后 再比如说 上大学 跟孩子吵 我们 我们 肯定每个家庭的原因 都不一样 要上哪类的大学 周历啊 同校啊 或者是 或者就是做 手工业织啊 就是直接开诚 不公地跟孩子讲 了解他的价值观 了解他 我家长的价值观 了解孩子的价值观 呃 呃 就是 我们 因为 作为家长 其实我们很容易 呃 只会想到孩子的下一步 就比如说 现在 三年级 我要再想 你四年级 是不是能进到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所以我们只是为这个努力 或者是 呃 高中要学 要不要学某一门 vance play 本课 我们 其实 可以把眼光 放得远一点 想象一下 就是说 除了在 做下一步的决定之外 孩子在 三十五 二十五岁 三十五岁 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们希望看到 我们的孩子 是什么样子 就不光只是 你要上哪个大学 你要多少分 你要做哪个工作 而是 想象一下 孩子在 二十五岁 或者之后 我们希望他们 变成什么样的 一个样的人 这个可能会 会让我们在 跟孩子 谈论 中学选择 啊 职业选择 这个上面 会会看得 呃 就是说那么 不那么注重 当下的 这一步 而是看得远一点 而且 而且更注重一些 他们 呃 的价值观和东西 呃 还有 呃 呃 还有 关于他们的 自我价值观的 认同 还有一点 其实是 呃 我们比较 家长 特别是 华人家长 比较容易忽略的是 天生性格的不同 其实是会影响他们 呃 价值观的 自我价值观的人 就是觉得什么 对他们来说重要 就有的人 是会 就是天生的 喜欢成为众人 关注的焦点 小朋友从小就是 呃 呃 像这些人 他可能从小喜欢成为孩子 呃 小朋友的头 呃 长大了之后 他可能会想做做演员 做明星 做做运动员 做众人关注的焦点 就是看的人越多 他就会越越兴奋 越有动力去做得好 有这样的小朋友 也有人呢 呃 呃 就是喜欢行归蹈局 照章办事 就是过多的挑战 或者是呃 创新其实对他们来说 呃 是是一种 甚至说可以说是煎熬 他们就是喜欢呃 研究各种规则 然后按这个规则办事 就是就是有点就是像 医生啊 那种做法 所以我们呃 然后再看下一句 还有 还有性格方面来说 喜欢特例独行 有自己思想 不屈从于别人想法的 呃 其实这种 很多情况下 就是比较刺头的孩子 就是什么都喜欢 我们家就有一个 呃 什么都喜欢跟你争 呃 表达自己不同的方法 就是 你跟他说要做什么 他基本上就会跟你喊着来 呃 他一定要自己决定 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他才会去愿意做 反正就是这种 非常不愿意依附别人想法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 基本上是跟第三种反的 他就是喜欢和谐的人际关系 他就是不喜欢吵架 愚人无争 他 他不会因为 呃 他就算再有不同 他的priority 就是 我不要跟人吵 我要安安静静的 所以这四个呃 呃 非常不同的这个性格偏好 会影响孩子呃 呃 觉得什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什么对他们来说是 是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时间也也不去掺和的 当然当然这四种不是说互相对立的很多小朋友他是呃 呃 比如说 既特立独行 又喜欢成为众人教主的观点 也有是既喜欢 寻规导具 也呃 也特别希望有和谐人际关系 所以这些都是有交集的 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家长呃 呃 呃 要就是说要努力认识到自己的孩子 他的呃 性格偏好 可能很可能跟我们不同 就是说跟我们家长 所以我们家长呃 呃 有的时候觉得呃 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孩子来说他就是不想去做 比如说呃 呃 我们家有的时候希望小朋友参加呃 比赛比如说学钢琴的说哎 既然你学了钢琴了 那就参加比赛啊 可以得点名次得点奖 呃 呃 对升学或者是对你的自己这个心 心理承受能力 有帮助 但是有的小朋友就是不想 因为他就是不想去呃 呃 跟人家争 跟人家比赛 他不喜欢成为重人交注的 关注的焦点 但是呢 有的孩子呢 他又是 就比如说我那天经采访啊 阿丽莎刘 他说他的 他就是特别喜欢比赛 越有成为重人交注的 关注的焦点 他越有动力 所以我们这个家长就需要去非常的用心去了解自己的孩子 呃 如果你把他们往自己非常讨厌的这个方向去的话 基本上是肯定是呃 是被公斑 而且还会破坏关系 所以呃 让孩子学会这个认同的看清楚自己的价值观 其实很大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家长也要看 帮他们呃 仅仅是要了解孩子的价值观 还是要 而且要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不能觉得 让孩子觉得 家长认为什么重要 他们也就要呃 也做同样的选择 呃 这就是刚才 刚才说的 这个 先生的这个性格偏好 会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孩子 自我价值观 就是说 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他做职业选择 或者是学校选择 嗯 网上经常看到 看到啊 讨论一些说 这个公立学校很 一般私立学校很好 但是孩子 因为想跟朋友在一起 所以不想去去很好 私立学校应该怎么学 所以 其实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就是 需要家长和老师去了解 去认同孩子的 的价值观 呃 这是呃 我想说的 自我价值观的 主要就是 多想 为什么 孩子会做 某一样选择 还有为什么 我们作为家长 会要做某一样选择 呃 因为 因为最有 持续性的动力 是基于孩子 自己认同的 只有他自己认同了 他才会觉得 我可以达到这种目标 只有他自己认同这个价值观了 他才会 呃 具有动力去做 只有 呃 基本上我们是 强加不到他们身上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 呃 涉及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对于美国社会这个认同程度 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价值 让他们看到了之后 他们才会 呃 有动力去做事 呃 最后 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 其实还是说 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认识自己的能力 认识自己的价值观 呃 当然我们作为 呃 华人 我们是希望 让别人 让社会看到我们的价值 因为我们就像刚开始 刚开始说的 There's always Asian better than you 我们 其实一直努力做到能力上去比别人好 而且我觉得华一 其实我们这一点也做得非常好了 已经 但是 我们这个 作为地 作为家长来说 或者老师来说 这个移民的身份 是否限制了我们 认识这个社会价值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能力很强 工作态度也很好 但是 呃 是不是 就是说缺少了 我们对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认识 社会的这个 呃 价值的这个思考 我们 就是说我们在 选择自己的 工作 帮 或者说帮孩子分析他们的 呃 呃 未来学校啊 职业选择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选择有没有跟 呃 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国家的进程 有关系 就不光只是自己挣多少钱 或者是住什么样的房子 或者是进什么样的学校 我们想做的是 有没有 就是说主人公的这个国家主的身份去去思考 有没有跟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变革有什么关系 呃 孩子的教育 那其实别人也很难看到 因为我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比如说看到那份权 才看到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看到他说他很感激 呃 呃 自己可以代表美国的 你可以看到他眼中的这个光 这个这个兴奋 这个热爱的光 但是因为他真的是有归属感 所以当我们也有类似的归属感的时候 当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们眼睛里呢才会有这种 这种光才会让人感觉到 所以这个主就是我今天 呃 主要想说的 呃 怎么样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价值 从这三方面 我们自己认识到 我们帮助我们小朋友认识到 自己的社会价值才可以让别人看到 我们作为华一在社会上发的光和热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苏博士 真的是受益匪浅 我相信今天苏博士讲了很多 我们今天听众们关心的很多问题哈 呃 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问答环节之前 那首先呃 我要感谢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讲座的协办方 Parent and Children Education Club PCE的协办组织 同时呢也感谢美华实际的创始人之一 黄茜老师的大力支持 还有呢美国华人历史纽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那么今天呢很荣幸 呃PCE的Laura刘女士呢也参加了我们今天的讲座 那我们请Laura刘女士您介绍一下PCE 好的 谢谢您 啊 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苏博士精彩的讲座 嗯 这个中文学校协会就是服务那么多华人家庭 而且我知道中文学校的领导老师 和志愿者群体里面 是集中了大量的 有思想有情怀有这个服务社区的奉献精神的很多优秀华人啊 所以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和你们协伴这个讲座 嗯 我我来 我们这个而且呢就特别高兴的是我们这个PCE Club 和苏博士刚才讲的很多理念 是高度契合 我这里有 简单做了几张slides 我们叫Parents and Children Education Club 是就是200年代初 在新泽西的一些华人家庭开始的 好的 这是我们网站首页 就是我们这个叫PCE Club 已经有接近20年的历史 当时呢也是新泽西的一些华人家长 他就感受到我们华人在育儿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和我们的成长经历 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就发现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挑战 这一帮非常就是说爱学习爱思考的家长呢 他们就非常自发的草根的就组织成这样一个俱乐部 通过读书和讨论来应对育儿当中的这些挑战 就讨论怎么能够更好的支持孩子 能够更好的去了解美国的这个学校和社会 到2010年左右呢 当时有廖斌博士还有黄敏等几位 他们就正式提出了情商育儿这个概念 而且总结出来三个要素 我们就是看到跟刚才苏博士讲的这个很契合 就是第一个要素就是良好的亲子关系 就是尊重孩子了解孩子 然后唤醒孩子的内区力 就是不是靠外界的讲承 或者一些很功利性的因素 而是发掘孩子就是说真正对一些事情的热爱 第三点呢就是接纳不完美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人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然后当时廖斌博士在全美也做了非常多场的讲座 在很多中文学校也做过讲座 我们这个PCE Club呢 通过很多具体的活动 就是读书讨论和讲座 来深化和内化这些概念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有了一个观念以后 到在生活中和在育儿的实践中能够真正就是切切实实的把它做出来 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道路的 我们的这些活动和这些讨论会呢 就是能够帮助家长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案例 就是通过互相分享和学习 能够帮助大家 确实的能够就是说做到这个这几点 我们的核心理念呢 一个就是自我成长 家长的成长 就包括家长在情商 在心理学教育学上的一些学习 也包括家长在这个自己的就职业和夫妻关系 在所有的这些空间就是利用来通过这个学习到的心理学知识 能够就是改善自己各方面的状态 文化融合就是 就了解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同差异 以及就是说怎么整合这些优势 情商与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所以就是这三个是我们的核心理念 我们也很关注就是 多了解孩子在英文学校里的一些教育理念 把他和学校和家庭能够比较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就是这些年呢 在美国学校里就是这个叫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这个这个概念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他有五个元素 就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 还有这个社会认知 人际关系 和这个就是良性决策 这五个 他和我们就是 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要素都有很多关系 这是美国学校的老师也非常熟悉 也经常在教学中使用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PCE的这个学习讨论的内容里呢 也比较关注这一块 然后这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PCE club呢 进行了就举行了一系列三场讲座 就是夏明也当时是我们的嘉宾之一 就是这个三场讲座呢 就是重点就是华裔美国 华裔的华裔二代的这个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因为这也是广大家长能够感受到的一个需求 就是经过大家的一些思考和酝酿以后呢 我们去年年初就推出了这个系列讲座以后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后来引发了华人社区非常多的这个讨论 包括那个就是这是我们PCE的一些网站 还有YouTube channel 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就欢迎大家扫码加入我们的社群 我们刚才就是苏博是讲了非常多的那个概念 我就再补充一点点呢 就是我们作为华裔家长 除了那个在家庭这个环境里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团结一个集体的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影响到自己的那个公立学校 或者学区甚至更大的社会上的一些因素 就是我们和大家之力 包括这个推动亚裔历史进入中小学课程啊 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这种advocacy啊 还有就是更小一点规模的就是比如说在自己local的这个图书馆 或者是在自己的学校里 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能够 帮助孩子就是说建立这个更多的自信 对吧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给学校图书馆捐献那个就是亚裔主题的图书 或者组织那个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来讨论中国文化 中国节日或者是然后现在又慢慢的过渡到讨论这个亚裔美国人 在美国的历史和贡献 就是就是比较有这个说我们我们华裔是美国人的这种认同 就慢慢的变得比较比较坚实一些这样 这些很多东西呢都还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志愿者和家长群体 就是说大家有有很高的热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啊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介绍和分享 好的啊谢谢那我就到这里 好谢谢谢谢谢谢老二刘女士 谢谢您对这个我们的支持以及对PCE的介绍啊 那好呃我们协会的华文教育大讲堂呢 如果您想查看往期的讲座我们有YouTube频道 然后呢这个我现在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优秀频道的链接 还有我们往期大讲堂的链接都发到这个chat聊天框里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 然后也可以查看我们往期的讲座 同时呢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呢 也一直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华二代的这个支持和建设工作 我们即将推出高中生的义工志愿服务项目 欢迎大家关注而且鼓励我们更多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社区建设中来 在实践中建立自信建立领导力 那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呃目前我们有哪些问题 然后请这个苏博士来回答哈 呃呃我这儿的这个 我这儿的第一个问题是 呃首先呢 谢谢苏博士讲解哈 请问对孩子能不能畅导做一个global citizen 因为美国本来就是多民族多移民来源的地方 做一个global citizen可以跟所有人合作 而且不用特别纠结自己的国籍民族 不管你是混血还是非混血 不知道您怎么看 呃 呃如果所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都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是这个是更容易做到的 但是现实的情况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非常完美的一个账号 是global citizen 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 确实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 而且国家之间可能会有矛盾 然后你对一个制度的赞同的话 可能就会代表你对另外一个制度的否认 所以有些事情可以做到global 就是说如果完全跟跟制度或者政治没关系的话 呃当然是特别是现在经济也是也是也是国际化 肯定是呃有很多机会可以国际化 但是呃如果完全global citizen的话 等于就是你要教会他认同所有的制度 这在我来说好像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如果制度不同的话就是不可能呃 呃让让一个孩子去认同所有不同的制度呃 呃因为他或者是除非完全不向孩子介绍这方面的 就是说任何跟制度或者国家形式或者是跟政府关系机构呃 如果不向孩子介绍任何这方面的支持的话 他可能会完全忽略这方面的关系 他去做一个global citizen 但是但是对社会制度社会事件的了解 又是教育中一个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可以教导他们客观的看待呃 呃一个国家就是说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并不是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就要一定全方位的支持所有的制度或者所有的政策 但是我觉得要完全做global citizen的话 那他做选择的话 比如说他就算是他要创业开工厂在哪里 他肯定会考虑到这个所在地的政治制度 人文税收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不可能完全去忽略每个地方的不同 所以呃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 明白好的谢谢您 好的第二个问题请问一下苏博士哈 家里面有很strong will 的孩子 呃我明白呢这是他的天性 但是也想培养一下他的flexibility 可能虽然不一定有用哈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放弃吗还有没有什么折衷的办法 其实我觉得strong will 的孩子是最能讲道理讲的 就是说他如果他认同了你的逻辑分析的话 他会他会愿意改变他自己的这个原先的这些他自己的这个选择 就是说不能逼他越逼越烦 这个方面其实我呃 呃就常建议一本书叫You Can't Make Me 如果你学Amazon上面搜的话You Can't Make Me 就是专门讲strong will try 他是不一定非要按照他的这个方向走 呃就说他选了什么东西 其实只要不用硬性的手段去要求他去做家长的选择 而是跟他讲道理或者是跟他讲他自己呃需要承受的这个后果 其实会帮助他们去做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好谢谢您 然后还有一个短问题就是能力认同的英文是什么 您能不能讲一下 呃其实这有很多呃 呃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呃 呃 Carol Dweck 有一个作者 他有一个教授 他叫Carol Dweck 他讲的这方面主要就是 呃 You believe in ability 就是你对自己能力的这个他叫believe 就是你相信是什么样子的 好好的明白 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是呃 这个 感谢苏博士的精彩讲座想请教您孩子对自己的认同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因为孩子在不断的长大身心变化也在就是身体和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 精力也在发生变化 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会改变 您认为如何在这种成长的孩子成长的动态的过程中 家长的引导能够保持方向一致的同时又能应付孩子认知的变化 其实家长的方向不用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交流过程中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就是说什么 除非是法律涉及到法律或者是人身安全这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其他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跟 也许跟孩子保持不同的看法 这样子的话我们家长就不用说一定要要同意 我们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不同意他们的选择 就是说在不同意他们的选择下还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让他们自己去去承受后果去去在成长中学习去去承受自己的这个这个选择的后果 他们会改变但是不一定是说他们做的所有抉择我们就一定要百分之百的认同 我觉得其实这是对中强亲子关系特别是孩子长大之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孩子明白 可以跟最亲近的人家庭家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在非原则性的问题其实这样可以让他们也是更愿意跟家长交流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不是说跟你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就会被就会被judge 就会就会被你千方百计的磨成跟他们一样 他们才会更愿意跟家长交流 所以我觉得孩子可以不停的变化 其实家长的思想也在变化 只要是保持这个沟通 就是说还是就是注重过程 注重我们交流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 为什么这样沟通相关的四类逻辑 而不是说一定要对我们的这个结果达成共识 这样其实就是以不变以万变 大家都都open 然后也不一定是互相要同意 这样了我这就是共同成想 我觉得家长和孩子可以 好的时间关系呢 我们还有最后我有三个问题 但我有两个问题问的是 关于孩子的内驱力怎么引导 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天性喜欢玩 怎么更能够增加孩子的内驱力 和更好的去引导孩子增加竞争意识 其实所以我喜欢寓教娱乐 我觉得一般玩一般学 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玩是看他喜欢玩什么 其实每个小朋友喜欢玩的原因不一样 甚至是包括玩游戏 他玩游戏很多小朋友 他是希望获得一个成就感 就是说在真实社会 学校里面不那么容易获得的这种 我打赢了人 或者我过了一关的这种成就感 其实就是要搞清楚他为什么喜欢玩 或者是喜欢怎么玩 然后从那个方面下手去 去引导他们去学习 去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竞争意识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的小朋友就是不喜欢竞争 那就那我觉得 所以的话就是说他做的好就可以 但是不一定要他去跟别人 好的谢谢您 最后一个问题哈 这个请如果您愿意回答的话 请您谈一下对国外灵儿注意啊 加入中国对身份认同的看法 您觉得而后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 好大的一个坑啊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虽说是他们两个代表中国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家长的选择 因为毕竟他们家长不这样选的话 他们做选择的时候 他们其实还是未成功的 他们也不可能做出这个选择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家长作为居住在 他们那个时候应该都算是居住在美国的华人 是对这个华人对美国的认同感有多强 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那种认同感不太强的家长 所以他做的决定就是根据可能经济啊 或者其他的体育经济方面的考虑 而并不是说对这个所在社会的这个价值的认同 所以他就会因为他的这个认同的条件有变化 就比如说一开始可能经济方面来说 在美国都有 然后后来因为因为对美国也没有很强的 如果后来他这个经济更好的条件在在其他地方的话 那他就会转去其他地方 从经济决定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个人自由 但是就是体现出来 他们作为家长其实是对美国社会 没有很强的归属感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 明白 好的谢谢您 这突然还有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这个很踊跃 真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这位这位听众呢 是作为一个来美刚来三年的新移民 努力的融入社区 但发现跟邻居孩子家长走近很困难 大多在比较浅的程度 不像和华人相处比较容易 请问一下苏博士 有没有什么能够融入这个当地美国社区的建议 谢谢 我觉得 其实服务是最好的融入方法 我就觉得你 斯尔托这一起做事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你是我的一份子 就是说你帮着做事或者是去PTO 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都需要帮去 然后他一看到有人就是愿意去为共同的这个目的去出力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跟我一样你是我的一份子 所以我觉得 为了认识去认识这个比较难 但是如果你对做某一件事比较有热情 或者需要或者觉得你看到了某一件事的价值 某一件工艺啊或者学校啊活动啊 任何这个价值 然后你去参与的话 你就会跟同样认可这个价值的家长或者说朋友 就容易交流的比较多了 也会比较容易交往朋友 好的明白 谢谢苏博士 那我虽然大家有一些问题呢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苏博士的大壮小美麦的公号 然后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给他后台留言哈 这个看来我们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华裔的这个健康的成长 好的 那么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大家参加我们的大讲堂的活动讲座 然后最后也再次感谢苏博士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和华文教育大讲堂的支持 下周六呢2月26号晚上美国东部时间9点 我们将举办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讲座 欢迎感兴趣的大家继续关注和参加 那今天的讲座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